我是祖传做灭族的 从前叫我们这儿 叫灭族村 也叫灭族街 为什么叫灭族街 从嘉定兰门到石冈 整条街都是做灭族的 我们小时候用了日用品 小到桃米的烧起篮子 大到很大很大的竹边 家里用的全部都是竹器 那为什么现在没人用了 现在 现在都用塑料 方便 机器一压一个 薛老这样灭族不就失传了吗 明末清初啊 灭族街 由太湖洞庭 传入嘉定中方村一带 距今有三百多年历史 随着城市的发展 村民离开了继选香文的乡村 住进了高楼大厦 灭族街也渐渐推出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这一件精美的工艺品 也是历史 如果接下来还有问题的 可以提问 您好 我是美术学院的学生 我在为我的毕业设计寻找灵感 您的分享我非常喜欢 很有意思 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是吗 你喜欢哪些作品 我喜欢灭族工艺 我觉得竹子是一种很有东方韵味的材料 通过灭族师傅的编织 将竹子变成一件工艺品非常了不起 就是这些 这些款式有点像老古董 完全跟不上我们现代人的审美了 一代又一代的记忆 通过灭族师傅的手传承下来 这件精美的工艺品 也是历史 这件是薛老师的作品 作品正在展出 大家感兴趣的 可以继续地观看 2010年世博会的时候 薛老的作品 也在一起博览观展出过 好 多一下子再来 好 再见 再见 陈老师 我非常喜欢你的说法 我想学灭族技术 您可以推荐我一下吗 其实竹子这个东西啊 它本身就很高级 跟金子银子相比 我和竹子进人一等时代 其实不然 我本身啊 就特别喜欢竹子 生活金子银子 可惜啊 现在的人都胜美不了 薛师傅 您是薛师傅吗 您是薛师傅吗 找我呀 大家都叫我老薛 您就叫我老薛吧 您好 老薛 我在陈广山的讲座上 听他介绍过您的作品 我非常喜欢 想和您学灭族技术 好 坐 这足二十五根 宽八毫米 长三十厘米 厚度零点五厘米 压一挑一 体验体验吧 好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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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您的 老师 怎么又来了 你可以教我做这个吗 这个 你学不了 学费多少钱 这不是学费的事 我火车票加住宿 钱都花得差不多了 昨天又去吃了好吃的 学费能不能等我有钱了再给你啊 这样吧 学费就免了 但是也不能让你白学啊 你得负责把守这里 好酷 你就学那个吧 竹子 对 灭竹 竹子锯掉了头尾削平结巴 对半劈开 利用竹子向下开捏的惯性 所谓势如破竹 寻势而下 顺利活着 去黄 分成 刮青 讲究 手要稳 力要均 灵神俱弃 一气活成 一把灭刀在手中冲绳入化 一把灭刀在手中冲绳入化 几十年积累的功夫 都显现在这灭刀上 最后请问他在这一枝月的城市 智杀 你想想做的 进行 你不再灭刀 你不再灭刀上 我还没不再灭刀 你不再灭刀上 你不再灭刀 你不再灭刀上 那个灭刀上 你不再灭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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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来 吃完了 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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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我编好了 是师傅了 你学得不错 都是师傅您教得好 明天随我去续竹子吧 好啊 你看这儿啊 上世纪六十年代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半都吃不上了世界 我干脆错学回家了 白天在家干活挣公分 晚上加班加点 编制足制品 补贴一家七口人的家用 靠着这双灵巧的手啊 挨过了那段艰难的时光 后来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 原来的灭竹街 也变成了一座座的住宅楼 师傅我们休息一会儿吧 好 来 小心 小心 村里的大部分人 都放弃了灭竹编织 这门手里 现在竹篮总没法救人哪 灭竹也不赚钱啊 大学毕业 还是实实在在找一份工作 没事了 有空再回来玩 那肯定 师傅这边包住包住多好呀 我可管不了你一辈子 走吧 师傅 师傅 走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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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師傅 你編錯了 是壓一條 Greer 你看 就这样子 这样不就对了吗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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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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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马 我回来了 ihnen 为 Crisp 使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